大家好,歡迎收聽《外交短評》 美國拜登政府上任後 對中國的圍堵有了一個新的概念 就是一時改變不了中國內部 即是短期之內都不可能令中國發生顏色革命 變成一個倒向西方的政府 就加快要改變中國的外部環境 說得直白一點 就是中國周邊國家中 拉得多少就多少包圍中國 所以搞了很多三邊、四方等安全機制 而中國的應變方向亦都越來越清晰了 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剛剛去完南太平洋八個賭國訪問 並且舉行了中國南太平洋外長會議 南太平洋和澳洲、新西蘭接近 美國一直都藉著澳洲之手 那時南太平洋賭國是他的後花園 在王毅出訪之前 所羅門群島頂住了美、澳新的壓力 和中國簽訂了安全合作框架 隨著中國海外投資越來越多 保護當地中資企業華人華僑生命財產安全 安全合作始終都是要提上日程的 當然美國尤其是在澳洲出盡力 力了中國和南太平洋賭國五年願景計劃簽署 中國還是表現出理解南太賭國的關注 協議沒有簽成 但是中國對南太的支援計劃 還是按照自己的步伐公佈了 迫到澳洲的新任外長急急忙忙 在南太平洋賭國走了一圈 訪問只是一種形式 後續是否真正支援到這些賭國發展 就要看中澳的決心、意志和實力了 正如王毅所說中國並不害怕公平競爭 中國穩住南太平洋賭國的關係 是衝破美國圍堵的一部大棋 另一部大棋就是中亞 中國和中亞國家是輪郭 也是對付新疆極端分離分子的重要堡壘 同時也是一帶一路通向中東、東歐的重要通道 在中亞國家中哈薩克斯坦尤為重要 這個國家有天然氣出產 和中國的互補性其實是很強的 但是中亞國家都是前蘇聯的加盟共和國 蘇聯解體之後中俄關係保持不錯的 對於這些前蘇聯加盟共和國 中國和他們發展關係的時候 都避免引起俄羅斯過多的聯想 所以中俄共同組成了上海合作組織 區域合作在這個組織中討論 令到俄羅斯有更多的參與 不過俄羅斯也有自己的戰略考量 本來是上海合作組織中俄是主要力量的 後來俄羅斯和印度的關係越走越近 就拉著印度入到上合組織 而中印又有邊境糾紛 俄印的關係又更加密切 令到上海合作組織中的力量平衡出現了變化 有了這樣的背景 再看看和毅的中亞之行帶出的信息就很特別了 和毅指行哈薩克最重要的外交工作 就是參加中國中亞五國外長第三次會晤 這次外長會議有一個重要的成果 就是提升了中國中亞五國的合作層次 一致同意建立元首會晤機制 中亞五國包括哈薩克、塔吉克、吉爾吉斯、烏茲別克 以及不是上海合作組織的土庫曼 在外交上建立元首級的會晤是代表最高級別的外交關係 代表了這個組織中的成員都有意進一步深度發展 中國中亞五國外長之前 已經召開過兩次會議 但都沒有提及到會升至元首會晤的機制 我估計之前是要避免俄羅斯想太多 而如今美國圍堵中國的策略已經越演越烈 中國必須重複自身的外部環境 確保倫國穩定 中國和前蘇聯的這些中亞加盟共和國深度合作 也都無需要太多顧慮了 王毅歸納了榮誤達成的十方面共識 第一就是秉持相互尊重 目倫友好同舟共濟互利共贏的原則 致力於建設自主和平繁榮合作的中亞 第二就是繼續高品質共建一帶一路 拓展全方位合作 探討推進金融合作方式 進一步擴大本幣結算規模 第三就是深化互聯合作合作 保障中歐班列安全穩定運營 推進通關便利化 完善貨物綠色通道 加快恢復航班 確保產業鏈完整 供應鏈不斷入 第四就是統籌維護傳統領域和非傳統領域的安全 合力打擊三股勢力 保障糧食安全 第五就是繼續團結抗疫 積極開展疫苗和藥物研發合作 推進一國一方互設文化中心工作 第八就是促進綠色可持續發展 分享環保經驗技術 共建人同自然和諧共生的美麗家園 第九就是涉及到彼此核心理應問題上 互相互支持共同淺行全球安全倡議和全球發展倡議 為全球治理貢獻力量 第十就是繼續建全中國中亞五國合作機制 積極開展政黨經貿投資地方支付等領域交流對話 充分釋放出六國的合作潛力 值得留意的是這十點共識中 第二點就提到中國在推進和友好國家金融合作方式 擴大本幣結算規模 這顯示了中國已經為一旦被美國全面封鎖的時候 怎樣突破對外經貿領域聯繫 在多項的共識中 也都包含了方方面面的領域 包括是中醫中心等等 為何是這麼重要呢? 其實這是一種全方位的深度合作 和周邊的鄰國連結成為深度合作夥伴 就不容易被美國叫長腳了 這次王毅在外長會議期間 也都和各國的外長單獨會面 其中會見烏茲比克斯坦外長諾羅夫的時候 雙方同意優化互聯互通便利通關 加強公鐵連運合作 探討加快中吉烏鐵路等交通通道多元化建設 這條中吉烏鐵路若見得成 是避開了俄羅斯 中國和中亞國家直接聯繫來的通道 接著看看拜登政府這幾天 在美國舉行美洲峰會 目的也是拉路美洲國家和中國搞對抗 拜登上個月在亞洲搞了一個 印太經濟繁榮框架 IPEF等一系列 壓制中國發展的動作 這兩天美國政府的外交重點又放在美洲 拜登在美洲峰會上宣布一個 專為美洲打造的經濟框架 美洲經濟繁榮夥伴關係 簡稱是APEP 不單是名字相似 APEP在重點性質上也很像IPEF 美國媒體說拜登在亞洲宣布 IPEF為了為盟友提供一個替代中國的選擇 而APEP和IPEF類似 APEP的重點就放在氣候變化 工人權益和供應鏈三方面 IPEF的四大支柱工作是數字經濟 供應鏈、環境保護和反腐敗 雖然有些些不同 但兩者都是側重於建立共同標準 以應對共同挑戰 更重要的是APEP和IPEF一樣 都不是一個傳統的自貿協定 因為它同樣是不涉及到關稅等領域的 第九屆美洲峰會在落插機舉行 拜登在第一天會宣布這個經濟框架 美媒說是為了抗衡中國在拉美日益增長的影響力 拜登正是試圖為地區合作夥伴提供機會 讓他們在一系列的問題上 與美國協調合作得更加緊密 但本屆美洲峰會因為美國政府操弄邀請名單 變成了一場殘缺的峰會 背離了美洲國家共同參與的初衷 美國政府早前宣布不邀請古巴、委內瑞拉 和尼加拉瓜政府參會 因此墨西哥總統諾佩斯正式宣布 不會出席這次峰會 此外,危地馬拉、洪都拉斯 和薩爾瓦多等多國的領袖 也都已經明確說不會出席這次峰會 諾佩斯說 美國這種排除異己的政策 已經延續了幾個世紀 極待改變 他說有必要改變幾個世紀以來 強加給我們的政策 排除異己、無理統治 不尊重國家主權 由於組織過程混亂 直至到峰會召開 白宮都沒有給出正式的出席國家名單 政客新聞網就說 由於拜登政府組織不善、資源不足 外界對這次峰會的期望很低 本來這次的美洲峰會 是被美國寄予厚望 但在舉行期間可以說是波子不斷 路透社最新的一篇報導 又向拜登政府潑了一盆冷水 根據資料顯示 中國除了與墨西哥以外的拉美國家的貿易總量 已經超過了美國 而且貿易差距在拜登上台之後 還逐漸擴大 在對聯合國2015年至2021年貿易資料分析之後 路透社就發現 除了美國最大的貿易夥伴墨西哥之外 中國與拉美地區國家的貿易總量已經超過了美國 在這樣的背景下 自從去年1月上任以來 拜登政府承諾恢復美國 作為全球領導者的角色 決定將注意力重新集中到 已經被忽視多年的拉丁美洲 但美國多名現任和前任官員都坦然承認 截至目前 情況依然不樂觀 因為美國在採取具體行動方面 行動遲緩 而作為拉美地區穀物和金屬主要買家的中國 就在貿易和投資方面優勢明顯 資料顯示在過去一年多 中美在這個地區的貿易差距並沒有縮小 反而是越來越大 前白宮官員現任美洲智庫委員會成員 白恩斯·玉斯承認中國在拉美的貿易優勢 但又嘴硬地說 這些都是拜登政府忙於國內議程和俄烏衝突導致的 只是因為美國沒有參與罷了 他認為本屆的峰會將會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案之一 《路透社》的報導中也說 拜登政府只是試圖通過污衊中國所謂的債務陷阱 來說明拉美國家 美國才是一個更可靠更透明的經商伙伴 但是一位不願意透露聲明的美國官員就承認 華盛頓正面臨嚴峻的挑戰 除了美國的貿易倡議可能會面臨美國保守主義的抵制之外 還有一個現實就是 中國製造的產品正在拉美地區崛起 中國還大量入口這個地區的大豆、玉米和銅 巴西咨詢公司合夥人巴拉爾向路透社說 中國經常在運輸和基礎設施方面帶來投資 這個有助於雙方在穀物和金屬領域的貿易交易 而各國政府常常都認為美國只是夸夸其談 他說拉美政府都抱怨美國只是會開得很多 但是從來都不提錢在哪裡來的 今天的分享是這麼多